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VR玩乐 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里是我用Pico Neo3玩节奏关键的录屏 看看曲谱中央舞台里的玻璃反光的效果 这可是PC版节奏关键该有的画质 但是重点是我并没有串流我自己的电脑 那我怎么做到玩节奏关键的呢? 答案很简单,就是通过云游戏 大家现在打开Pico Neo3的商店里 会发现有个叫天翼云的运用 看详情描述是在12月8号正式上架的 因为去年我就看到有相关资讯说到 就是部分国产MBR设备 可以透过天翼云的云游戏功能 往到节奏关键和拳击类游戏魁笛 所以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天翼云的操作流程 我们先打开这个天翼云 假如你是第一次使用天翼云 你就需要注册一下账号 等你登录一进来就是会看到这样的主界面 天翼云本身作为运营商就有丰富的内容 他们通过VR看音乐现场 体育赛事和综艺节目 甚至还有电竞直播 不过咱们目前的目标当然是为了云游戏 点开云游戏 推进的第一个游戏就是节奏关键 不过大家可能注意到图片里游戏名是叫节奏空间 其实这是我们国服带领引进之后的正式游戏一名 我们现在玩到的就是天翼云和节奏空间 联合举行的一个挑战赛的视网版本 目前是可以免费游玩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版本是具备网上的中文汉化和定制的国服歌曲 还添加了简易的MOOD插件和装属的赛事排行榜 那我们随便跳一下一首歌来试完看一下颜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个人感觉延迟还是蛮明显的 就是有种在水里挥舞关键的感觉 会有比较明显的阻力感 我现在玩的是困难难度的歌曲 只有尽量让自己的动作幅度小一点才能击中音乐方块 稍微摆动大一点就会因为延迟而丢拍 目前来看通过云游戏玩节奏关键 这类有低延迟要求的游戏还是有点勉强的 我自家的框带是200M的 千亿云本身也没有给出一个云游戏时的带框标准 我猜测他们应用本身 其实目前也还没有优化好整个功能或者说去适配好 希望后面能通过更新去把云游戏的运行稳定度再提升一下 最后我再给大家试一下全机游戏亏敌 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是 云游戏的客户端默认匹配的是一些高端PCVR的控制器手柄 跟咱们用Pico Neo3的手柄有些不适配 在菜单选择时发出的射线会跟手柄实际位置有一些偏移 不过好在实际游戏时影响不大 像这类拳击游戏在T卡上明显就延迟低了很多 所以还是非常挑游戏类型的 基本上如果你是想通过天翼云玩英雄类贝亚游戏 就主要是以体验为主了 不过这个拳击游戏就还蛮行 总的来说我觉得天翼云这类云游戏尚且属于 试水阶段并没有以一个核心的应用功能去主推 所以表现上瑕疵还是有的 倒是玩好了想咱们国产VR一体级的设备的本土化应用内容 还没有真正开始发力 尤其是云游戏这一点将是未来VR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标的 所以还是相当值得拭目以待的 OK如果你也是对VR相关感兴趣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点赞投币分享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